欢迎收看每天中午12点30为您直播的军情最前线 我是军事发展员明美 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说到前不久举行的珠海航展 在这里面咱们中国一款外形非常奇特 一个新型的相控阵雷达吸引了重人的目光 那么这款雷达的型号就是JY-26 这是一种远程的有源相控阵雷达 那我们讲它的外形其实看起来 当时明美在航展现场也说到 有点类似于这个气泡包装值 但是它的功能却非常强大 能够让隐形战机的战力大打折扣 美国的F22也曾经在它的面前无处苍生 最近美国F22战机频繁亮相 先是史无前例的与F35进行空战训练 紧接着又参加了每日演练联合作战的利剑军演 美国空军时报透露 五角大楼专门派出F22隐形战机参演 目的正是威慑中国 但号称战力最强的F22隐形机已有克星 那就是中国研发的JY-26相控阵雷达 去年春天 F22到韩国乌山空军基地参加美韩摇音演习时 就曾被布阵在山东的JY-26相控阵雷达捕捉到并且全程跟踪 JY-26远程相控阵雷达采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雷达技术 用途主要担负远程对空警戒引导任务 它的探测距离远达到500公里 可像空警2000一样进行空中警戒和引导 给己方战机目标指示 美国防务新闻评价说 JY-26证明了中国发展电子战系统的能力 军事专家认为 目前美军正忙着向亚太地区调派F22、B2等隐形战机 韩日印等国也相继推出本国隐形战机项目 如何对付这些看不见的空中杀手 也成为中国面临的挑战之一 而在面对米波雷达时 无论是依靠外形设计还是特种吸波涂料 现有的隐形技术效果都不好 一个理想的方案就是 让传统有源雷达具备反隐形功能 当年俄式SA-3导弹 击落美国F117轰炸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其使用的雷达在米波波段捕捉到了目标 另外 有源相控阵技术能实现更大的功率和探测距离 因此也被认为对反隐形技术有重要作用 所以JY-26这款新型有源相控阵米波雷达 绝对有能力让隐身战机现身 除了JY-26远程相控阵雷达 中国自行研制的反隐形雷达DWL-002无颜雷达探测系统也成为另一款反隐形力气 它主要用于防空和海岸监视 可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中对基载、舰载和地面辐射源进行探测和定位 并实时显示目标轨迹 由于整个雷达系统可实现全空域覆盖 并可实时精确的定位与跟踪 具备信号分析和识别能力 所以基本可以做到500公里内无死角 军事专家认为 中国已形成无源雷达、外辐射源雷达、有源雷达相结合的反隐形雷达体系 并正在构建波机纸和单线